之前就在赖皮狗就职,解放军对台举行联合力舰军事演习的同一时间,美国太平洋舰队对外宣布,将在太平洋举行一场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,此次还太平洋军演号称比去年规模更加宏大,29个国家派出舰艇和军事人员参加,预计参演人数将达到2.5万人。 看着阵势很大,想必那是一个锣鼓喧天,鞭炮齐名,心跳气招展,不过我仔细看了成员名单,除了美国、澳大利亚、韩国跟日本四个国家,其余参与国在太平洋,压根没有像样的军事能力与军事需求,还太平洋军演跟他们有什么关系,更不要说文莱、汤家、斯里兰卡、秘鲁、厄瓜多尔这些国家,正经军队都没多少人。 也要被美国强行拉过来撑场面,这样打肿脸成胖子的做法,比起大国演习,更像是同欧湾选话世人,这场从动机就已经跑偏了的闹剧,还没开眼就让人觉得一阵尴尬,海上军演,最重要的自然是各类舰艇阵容。 然而在此次军演中,总共出动40艘水面舰艇,三艘潜艇,平均下来每个国家的船,连1.5艘都不到,更不要说相对一部分国家压根没有出船,顶多算捧了个人场,不说数量,质量上总得足够吸引眼球吧。 我看目前公布的参与舰艇,有大量的护卫舰,甚至海警船背开来凑数,平甲板船就四艘,航母如果除去日本的改装或出云与加贺,就只剩美国自己1980年下水的卡尔文森号。 美国好不容易组织一次海上大秀,找来的伙伴们可谓群衔蔽致,少长贤疾,为什么却在舰艇阵容上拉了胯呢? 其实非不愿,实不能也,正如许多美国老红脖子感慨的那样,美国的军工能力一代不如一代,在装备维护保养,多用土船只配合,世代交替新船下水这些方面,美国都已经离全盛时期相去甚远, 每次舰艇出发执行任务,回港后都是需要保养修缮的,而且船林越大,就越需要精心维护,可想而知一群二十年起步的老一舰,需要多少时间和人力来伺候,更恐怖的是,全面衰退的美国造船业,根本无法满足军队需要,美军只能把全体舰船的维护周期不断拉长, 对一身毛病的老头战舰们,采用不维修,不报废的硬托战术,使舰队成为了像白宫一样的养老院,美国宣布此次军演后,某些台湾政客可是高兴坏了,许多台湾绿媒大肆宣传称,此次和平之盾的代号,简直就是专门针对震慑台独分子的联合利剑演习, 是要在利剑之下守护台湾,然而先不提该行动代号早已确定,只说美国的军演本身,就处处透着谨慎与小心,其一是台湾多年来,一直争取参加环太平洋军演, 美国国会也多次在年度国防授权法,建议五角大厦要台湾参演,但今年台湾还是被排除在外,也得不到观察员的地位,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,上个月窜访台湾五天,麦考尔在台湾说了很多,诸如期望美国国会立法,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之类的话, 但最受外界关注的,还是他那句中国有些红线美方不能垮,这句话一方面提醒警告刚上台继续谋督的赖清德,另一方面也是向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表态,在29个参加国家中, 有不少国家一直在改善和加强对华关系,如新加坡、印尼、巴西等国,他们都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,所以一旦美国同意台当局派舰艇参演,那不是在逼着这二十多个国家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,直接站到中国的对面吗? 这显然不是这些国家想要的,如果美国非要这么做,只会引起对其不满的国家退出这场军演, 其二是环太平洋军演举行的位置,主要在夏威夷群岛周边,也就是距离中国数千公里之外的第三岛链一带, 如果将军演的地点放在西太平洋一带,说不是针对中国都没有人会相信,美国将军演放在夏威夷,一是不想让参演的盟友为难, 二是不希望这场军演,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,嘴上却还要说什么下阻和击败主要大国, 美国现在像极了躲在远处只敢讨嘴上便宜的RQ,其三是环太平洋军演,曾在2014年和2016年邀请过中国参加, 而自从2018年特朗普提出大国竞争战略后,五国便在为受邀参加过,嘴上说着地区整合, 却连西太平洋头号大国都不敢邀请,怎称的上环太平洋,其实美国军演的虎头尸尾,不是头一次了, 去年美国就意图在黄海进行美加韩军演,在开始前大肆炒作,有史以来规模最大,旨在向中国发出威慑信号, 然而正式开始后,美国连艘航母都没派过来,在解放军多层面威慑下,只派了搜连航母都不是的美利坚号, 加拿大与韩国一看见老大鲜脉队友,自己也迅速开流回到安全海域,三艘船全程只待了五个小时, 比起演习更像是旅游打卡,在过去多次美国与盟友的联合演习中, 美国舰艇还经常被我军牺牲海上接溜子的,815A电子侦察船远程为官,既不敢打又怕靠近后,受到电子干扰和情报探查, 这把美国海军搞得焦头烂了,自自在也不敢主动靠近我敏感地带,要说起美军的武德不章, 这些年的各种乌龙事件是数不胜数,天上飞的战机频繁坠毁, 其中有些工厂交付还不到一年,就已经出现了质量问题, 地上跑的,长期驻扎在中东地区,盗窃老乡粮食,石油的油耗子们日常遭到无人计和飞弹的袭击, 而美军则为了直面好看毁烟伤亡,导致军队中长期存在,远高于正常比例的脑震荡等兵者, 被细称为传染性脑震荡,水利游的,美军花3.2亿刀了建造的袈裟码头, 撑不到一星期就被海浪冲毁,运的物资和一艘陆军LSV差不多, 更别说被胡塞武装的拖鞋军们,三天两头轰炸的船只居然没法还手, 要我说这次演习与其下组和击败主要大过,倒不如下组一下胡塞武装, 保护自家的商船和军舰,可要29国飞赴红海, 到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开预备会,一则平息耀眼,二则增强信心, 如毫发未损,小弟依然把美帝当神样存在, 甘心躲在保护伞下,任其语取语求, 躺以面目全非,美航母自身难保, 环湖甲虎威军演个屁, 曾经有人问,重新造一架F22需要什么, 答案是需要团结的国会,军事委员会, 三千五百架飞机部件供应商,卡奈基钢铁, 西屋电器,通用动力,八百名工业资本家, 五大湖工业带的无数工业企业, 二十万勤劳勇敢的产业技术工人, 一个强有力的白宫, 充满战略家和技术官僚的五角大楼, 英明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, 如必实质的美国军工体系, 没有犹太资本,白痴一元,贪污犯,黑命贵, 环保掣肘的正常社会风气等等, 总之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完成, 而现在它不存在了,美军的乌龙频发不是一日之寒, 而是美国长期忽视实体制造业, 剥削劳动人民, 制内贪腐横行等众多弊病, 长期存在的结果, 近年来美国因迷信市场无形的大手, 在基础工业上出现了严重产能问题, 许多武器装备甚至出现了能发明而不能生产的怪象, 造不出东西是能力问题, 不想造就是态度问题了, 美军从上到下目前恰恰就是遍地妖腻, 要啥啥没有, 捞钱第一名, 帝国变烂, 不是烂一个脚, 烂一条腿, 而是从上到下有浅入深的系统性糜烂, 充满凑数和糊弄的2024环太平洋军演, 不仅再次暴露了美国海军古董遍地, 年久时休, 岂无可用之兵的现状, 更让人觉得其在国内外问题众多的当下, 徒刑威慑之举, 显得外强中干, 不过这次军演毕竟还是有好处的, 至少届时要是再撞几艘船, 坠落几架飞机, 那帝国的仗不就能平了吗? 到时候我们一定远程围观这场精彩大戏。